迷你版高龄长照智慧平衡轮椅安置两组Raboni感测器 感测轮椅上下波时的斜度和速度运动状态 南门国中同学以拯救平衡大作战作品检测平衡改 龙山国中老师则以感测器模拟作画 藉由学习互动合作让师生们获得满满的收获 因为平衡不好而跌倒是全球第二大的适应 所以我们就想要制作出一个装置是可以检测人的平衡感 我们就藉由Raboni这个感测器去模拟学生的 播撒那个的动作 然后来自动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艺术作品 林启宏校长表示 Raboni感测器是由校友集资开发的感测元件 能将主观的印象变成客观的量色数据 适合应用于医疗照护场域 对于学生应用的多元化让他感到惊艳 利用我们这个感测 大家能够有一些新的发想 所以各位的想象力真的是令我叹为观止 那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现在第二届 我相信有第三届 第四届 互动互相去想 然后呢变成说怎么样群体来做一件 这个很聪明有意义的事情 当这样的一个智慧呢 能够无限连结的时候呢 这就是我们的国力 智慧展现无限创意 互动发想更能激发出火花 在创造中让学生找到乐趣 让科技走向良善的发展 怎么样找出问题解决问题 然后互相合作的过程里面 你又可以得到一些学习的乐趣 所以这个我们来举办这样的一个比赛 我想是非常有意义的 新唐亚太电视彭正前 台湾新竹采访报道